11月14日晚 由来自日本、以色列、中国等国内外的舞台创作精英力量 组团编创的大型文旅演绎舞剧《问道空童》在甘肃兰州演出 该舞剧化用《皇帝问道》的典故 以宣言式《皇帝》与摩姆 《皇帝次妃代情》故事为主线 表现出先民们对人与自然的探寻、理解和追求 舞剧内容也体现了道元圣地、空童山的传说 以及评浪历史、人文、自然的内涵 我们平良市、文旅演艺市场的空白 第二个呢 这是一个城市名片 可以借这台剧的宣传、推广 来推广我们平良的地域文化 该舞剧音乐导演徐李因为谱写过纪录片 《河西走廊》主题音乐 所以对甘肃文化了解颇深 他认为 此次舞剧是一种明月现代舞融合的新尝试 希望以此为载体 让更多人了解空投文化 而不仅仅从武侠小说中了解空投文化 可能很多人甚至会是通过武侠小说来了解到空投的相关的文化 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所蕴含的 无论是文化、宗教、还有很多东西 其实都值得深深的去挖掘 我们希望能够以这样一个舞剧为载体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个空投的文化 有钢琴、有鸣乐 甚至还有一些电子乐 其实整个是一个比较融合的一种新的这种现代舞的这种尝试 问到空投舞蹈导演李超介绍 为了演出效果 全剧舞台上都运用真实的黄土来创牌 这么大量的泥土 不仅对舞美是一个挑战 对舞者更是一个挑战 同时也将传统八卦的各个卦象塑造为性格迥异的各色人物 舞者非常几十年跳舞都是在地胶上 突然我们换成了那个泥土 其实它是改变了很多重心的方式 很多作品里面会虚化八卦的形象 但我们反而让八卦的八个卦象落到了八个人的身上 赋予他们性格 他们是带着这样的性格来完成自己的角色和人物 担任舞剧服装设计的雄鹰是盖亚传说创始人 他也是第一位走上嘎纳红毯的中国设计师 被誉为中国的时尚教母 他坦言 此次舞剧中设计的服装已超过百套 他虽然没有这么华丽色彩 他反骨于这种传统 以及这种生活 这种我们祖先 上古时期的生活或龙根 而还原于这份这种大自然的这种 像平良的这种山脉啊 这种龙根的梯田啊 在整个空同的舞剧当中 我们设计到142套服装 据悉 该舞剧编创团队由梅林茂 日本 徐里 黎兴 李超 耶海兹科尔 拉扎罗夫 以色列 雷加宇 高杰等组成 之后将在国家大剧院演出 也将在空同山大景区 驻场演出 除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